當然是很生氣 就是說因為是新的買不到半年吧 買不到一年這樣子 對 就是愛車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語氣好無奈光小姐把車停靠在住家附近巷子內 但愛車卻在一夜之間被毀容 左側車頭一直延伸到後方車殼 都是滿滿的摩擦痕跡 或許我的車有被人家移動到外面去也說不定 那有沒幫我移回來 然後導致我的車被人家撞也是有可能 要用監視器我才能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但很遺憾就是監視器沒有運作 所以這件事情就滿運氣不好 26號晚上11點多 光小姐把機車停靠在新北市新店建國路的巷子內 但是隔天下午2點多 她要牽車時卻驚覺車身有明顯的刮傷 前輪上方的車殼還留下些微藍色的漆 是誰造成難以查證 回歸在警察局 警察局它只有在重要的路口 它才有裝監視器 所以在小巷子發生的話 除了要靠就是住家自己有裝 要不然的話它是要重要入口 正義壯手裡費用推估要七八千塊 甚至上萬元 女車主求償無門 警方表示將追蹤更多監視器及擴大偵辦 只是愛車才剛買沒多久就滿是刮痕 教室者還不知道是誰車主的心也傷痕累累 算倒楣了 因為就是 就是只能算自己衰吧 TVBS新聞產品是鴻亭新北藏報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